今天又聚在一起了 咱们今天聊一聊圣男圣女的问题 哇这个话题 听这俩词我就不乐意了 就是啊 比如说我们是受下来 其实啊 我觉得也不要提咱们的意思 其实咱们就聊一聊啊 尤其咱们现在在海外嘛 聊聊咱们现在这个大龄的青年啊 很多人好像都趋近于比如单身呢 或者是不婚呢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啊 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 好像好像得不到幸福 这么一个感觉 这个现象我身边也有点多 就是我身边好多好的闺蜜啊 好的朋友啊 也都是非常优秀又漂亮 然后自己的工作又好 家庭环条件环境也都特别好 但是就是很难遇到一个白马王子 然后所以说今天和老师说 咱们聊聊这个话题 那我觉得圣男圣女很难听 其实就是在聊一个 为什么现在我们在海外 有很多这种单身的 未婚的男青年和女青年 但是他们其实也要寻找幸福 只是在寻找幸福的路上很艰难 哎看这个这么庸俗的话题 让小一一说立马张粉 立马提升那个档子 是是是 就是现在在温哥华这个地区 因为我们这个人口嘛 男生就是啊 就是男生比较少 然后女生就很多 而且就是真的吗 这个有什么 是三比一 有真的有数据支持 真的超级多 然后在在这些剩的一的男生里面 你还要去避免一些遇到一些渣男 而现在就是 嗯 还还当然还有一些伤过你的那些渣男 我没说这话啊 但是我跟你讲渣男渣女 这个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这么说 但是真的在女生心里最惧怕的 可能有一些女生也想出去 重新寻找幸福 但是最惧怕的第一点就是渣男 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 是不是被一些公众号带节奏带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流行起来 但是我知道最近特别火的一个人 一个渣男就是情深深与萌萌里面的何淑桓 何淑桓 我们说的是古鸡鸡还是何淑桓 不不我们说的是何淑桓 古鸡鸡这个人很专一 但这个片子很久了 对对对 我这个年龄层都没看过这个片子 对我也没有听过 那时候还是在幼儿园吧可能 所以何淑桓怎么个渣法 那很多了 网友有列举出他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宗罪 但是他好像最渣的是他同时聊了两个女人 也就是他跟一瓶说我喜欢你 他跟如瓶也是各种暧昧不清 然后一瓶问他说如果没有如瓶 如果没有我你还会爱上如瓶吗 他说我不知道 他转而跟如瓶 如瓶问他如果没有一瓶你会爱上我吗 他跟如瓶说一瓶问我同样的话题 我跟他说的是我会 就是很渣了等于两边他都不放过 他还在一段旁白里面说 难道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 爱上同时爱上两个女生的男人吗 真的特别渣 就是说他一点都不专一 他不想放弃这个也不想放弃那个 他两边都想 不过他至少还没有就是在一方来演示另外一方的存在 他是他是比较开心不公的在表达自己直输心意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琼花姨也是给他这个安排了一下他这个比较耿直的一面的性格特点在里面 对对 比他扎的还要更多 对现在还有更多的男生 他们就是那种当做那种中央空调 然后给每个女生都送温暖 然后有些女生就是可能他们心动了觉得说我误解你的意思了 然后他就是误入歧途就跟这个男生好了 但他不知道他是一个广撒网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Clear这有故事了 有故事 你要深发一下 听出了身临其境的 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其实你引起了我一个想法 很早以前就是说我其实有跟朋友讨论过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看啊 比如说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男生去跟女生说 我们出去看看电影吃个饭 很明显 对于男生来好 对于女生来好 来说可能都是好像在dating的感觉 对吧 就是我约你出去看电影 然后后来这个女生呢 因为这个女生跟我互诉嘛 后来呢 他有一次呢 跟朋友去吃饭 发现这个男生跟另外一个女生在吃饭 这个女生就有点受不了了 我呢 当时呢 就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判 我说OK 那是这样 这个男生你觉得他跟你dating的时候 他在跟别人貌似也在dating 咱就假设他是真的在跟人dating 咱不说是他表姐表妹啊 不是这些 或者妈妈 阿姨 对吧 总而言之吧 就有可能是个背影嘛 重点是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 不应该去跟这个人dating 那好 那咱这么说 我说从你的角度出发 这个男生约你去看电影吃饭 你觉得很好 但是你俩没有身体上的接触 对吧 没有灵魂上的触碰 对吧 但是 只有灵魂上的触碰 没有身体上的接触 但是 如果第二个男生同样约你出去吃饭 你应该答应还是不应该答应 就是 只看了一次电影 使不使得你们的关系 出现出现 这个开始出现了排他性 对 就是看了电影之后 对 就是看了电影之后 男生还能不能跟别人看电影吃饭 同样 你被这个男生约出去吃饭看电影之后 你还能不能被别的男生出去 约出去吃饭 突然间上升到了一个哲学话题 那这个是没有身体触碰 那如果拉过手呢 你被一个男生拉过手去看电影 所以我们作为女生 想问一下广大男性同胞 什么叫做确定关系 在你们的心里 是两个人 就一定要说出说 我喜欢你 你做我女朋友那种 才就出不关 他说 因为女生 你跟我拉个手 我可能在心里 我就是说 你就是把我当做你女朋友 是的 或者说 你真的只是跟我暧昧暧昧 可能我就会心里觉得说 是不是你对我有意思 只是你不想公开表达 或者说 你想保持这种 有点暧昧的感觉 但是 这个时候 我可能作为一个女生 我就不会再出一个 别的男生约会了 但是男生可能我不知道 是不是想法完全不一样 说 我跟你拉过手 无所谓 我们两个也就是拉过手 咱们就假设没有身体接触 我在想 就是男生跟女生 我觉得女生可能多数是比较被动一点 但我其实也想给男同胞们 说一句公道话 其实有很多女生 她在跟你所谓的约会 就是出去吃饭 看电影的时候 之后可能别的男生约出去 可能也会去 就是 就给我感觉 有很多时候 女生其实也会这样去做 那确实有很多男生 他约了你之后 他也想看看 哦 那Claire跟我 我感觉好像还不错 那我跟小一 约个会也感受一下 我怎么听出了渣男的味道呢 就是你这种感觉 你看我一直没说话 让何老师为 让我躺下 渣男证明是吧 那么有的女生他也就说 OK这个男生送个礼物 我take it 对吧 有的女生他也会说 那你送给我礼物 我也take it 我知道你是在向我示好 你是在追求我 我也偶尔答应跟你看电影吃饭 但我不会跟你有身体接触 那他也可以这样对很多男生 那这样的女生算渣女吗 就也存在于一个中央空调广撒网 这个概念 我觉得 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广撒网 我感觉 我个人感觉是不是有一点 就是比较 比较 就是低一点的 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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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关 其实我们想说的渣男渣女 不是说 所谓广撒网 就是说我可以多去社交 多去认识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 你如何去辨别这个人 确实是渣男或者是渣女 可能我也是会跟很多男生 有一些交流啊 或者出去吃饭也好 但是我最终跟一个男生 确认关系了之后 我就会变得 跟别的男生保持一定距离 但是渣女或者渣男 即使跟你确定了关系 依然和其他人暧昧不清 我觉得看的不是过程 而是最后这个结果 那我其实挺好奇 小艺 你的确立关系的表情是什么 没有开玩笑 从我比较传统的角度上 和观念上来讲 我觉得一定是要有一个 比较仪式感的那么一句话 或者对于一个moment存在的时候 这个是双方认可了 这个我也赞同 可能互相都说 我们做男女朋友吧 这个应该是算是 确定了关系之后 那我们就跟其他人 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再继续暧昧了 对用语言上的 我俩做男女朋友吧 或者是用肢体上的 我俩做男女朋友吧 就是两个人 要双方认可嘛 其实辨别 渣男渣女的方法 有很多种 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 可能就这一集 可能说这个有点太 我们不是来聊渣男渣女 我们是聊胜男渣女 搞错定义了 胜男胜女 其实很多成 确实是因为 渣男渣女耽误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唯一的一个 是因为成为了渣男渣女 所以才被剩下了 还是说因为害怕渣男渣女 所以才恐惧 我觉得更多是恐惧 对恐惧后者 就不愿意再去踏入新的一步了 说我宁愿呃单着 我也不去做这个 可能他也不是对于 一定是对于渣男渣女的 这种存在的恐惧 可能更多的是 对开展一段感情那种付出 包括时间成本 感情成本 金钱的投入 是吧 包括可能考虑到以后 一旦没有走下去 会有很多的sunken cost 会有很多的 包括opportunity cost 还有很多的那种 emotional的aftermath 所以说 是对于感情本身 就有恐惧感 所以不愿意走路 就在感情 尤其随着男生女生 年龄的增大 阅历的增长 他可能对另一半的要求 或提高或降低 总之他也在adjust 自己的一个 对于这个 另外一半的这个expectation 他的期望 然后还有冠林说的 就是那种 你现在是 因为女生到了年龄 他就是想结婚 想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生活 然后这个时候 男生可能就是 可能没有到适合的年龄 或者是一些别的因素 他们不想结婚 所以说女生期待的一些承诺 男生他并不能给 对 所以说这个就导致了说 我就是这段感情 我可能现在不想付出那么多 我现在还怕说走路 一段新的感情 对 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去辨别 提早的去辨别 去提早的去杜绝和这个浪费时间的人 多去交流 而且大家社交的圈子呢 一定要是比较健康的 不要是去个低厅 去个酒吧 认识一个随便加个微信 就在一起 还是说多了解 在确定关系之前 大家也要互相的多接触 对 这是我觉得一个辨别渣男 或者说能够让自己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感情的一个基础吧 对 就我觉得这个虽然很多特例啊 在电影里面 但我觉得毕竟还是影视剧嘛 还是还是 就是几率还是小一些的 另外其实我刚才Claire说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 这个有的男生他不是很想稳定下来啊 其实我觉得即使有些男生他觉得 哦我想稳定下来 或者是有些女生他说 哦我想稳定下来 其实你也不能光用听的 有的时候你要看要思考的 因为我有朋友就是 天天让我给他介绍女朋友 我说好我给你介绍一个 他说我真的想稳定下来 可是 两个人确立关系了之后 就是好像也没 就男生说要稳定下来 好像也就是 也没为了这个所谓的稳定的未来做出什么改变 对 就是有的时候 他的想法跟他做出来的事情 是不然因为没有人说 我要耍流氓了 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吧 不会有人这么讲的 大家会说 哎我想稳定 我想找一个靠谱的女朋友 来给我介绍一个吧 肯定都是要这样讲的 他也不是说故意要去语维 然后他能下意识的 这么去说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现在很多男生或者女生都不是想结婚 他总是说我没有准备好 或者是说我不想结婚 就是很多女生为什么说不想结婚呢 他不是不想结婚 他其实内心是渴望婚姻 渴望结婚的 但是他怕什么呢 他一说出来我想结婚 大家就会觉得你很恨嫁 是不是很恨嫁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可能亲戚朋友啊都会说 又不是没人追你 叉叉叉前两天还追过你呢 谁谁谁还追过你 你怎么不愿意去嫁 那女生又不想再去解释说 因为我们不合适啊 我们感情可能没有到那个阶段呀 就所以说很多女生或者男生 都会憋在心里 不敢说出来我想结婚这个话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敢结婚 不想结婚 没有准备好 这就造成了一个社会现实 可能很多时候也是因为 社会的影响看到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一个40多岁的男性朋友 可能你们也认识 他就是单身 但是他后来 以前还是很积极找女朋友 后来就有点不太积极了 是因为什么呢 身边跟我一样大的 已经有离婚的了 那他可能就 他觉得 那走了一圈 最后还是要一个人过 那为什么我不现在就一个人过 有女朋友就谈一谈 没有女朋友就拉倒 我自己过也挺好 所以我觉得这种就婚恋观 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年的这个年代的发展 包括每个人个体的这种这种经历的变化 也会渐渐的做出调整和改变 所以我特别想问 比如小一已经是 已经 已婚赴云 这四个字没好意思说出调 凶一凶厌回去 对没有 就是已经这个很幸福的找到了自己人生另一半 何老师我也知道是这个马上啊 也要步入新婚的殿堂 所以两位我觉得在感情上都是属于非常成功的 就是可以传递一些一些好的经验给我们观众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呃建议和意识 其实我觉得不算是经验吧 其实人和人之间交流是很微妙的 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存在 所以说经验谈不上 只不过我们也都经历了很多曲折 也都没有说一步平稳的走到了今天 我们之前可能也伤害过别人 被别人伤害过 甚至是在感情里 我没伤害过别人 在感情里可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只不过我们的心态一直很积极 这个我们一定是相通的 我们现在很积极 我们一直是很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认为世界上会有一些和你合适的人 能够跟你在一起生活下去 所以我才说就是不要灰心嘛 对吧 你虽然有很多人其实是渴望婚姻的 他只是嘴上不敢说 是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如果说出来的话 会不会大家都对他有什么见解 然后不知道何老师怎么想 其实我觉得有两点吧 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说你说OK 我不要单身 我要成家 我要搞对象 你要真的去做出这个事情 你不能天天在家里面吃鸡 说我要交女朋友 那你只能找到吃鸡里面的交一个女朋友 那概率很低啊 好像也不能聊天 总而言之吧 就是说你的行为和你的思想 真的是要匹配 你既然想做女朋友 交女朋友 那你就多去参加social activity 对吧 你就多去参加一些不同的类型的活动 比如说你喜欢画画的女生 你就可以经常看画展 对吧 你喜欢 我希望不是喜欢club的女生 那你也可以去club去找 就是你需要什么样子 你去什么样子 不是说要结婚吗 就找女朋友吗 就这样 找男朋友也是 你喜欢温文尔雅的男生 你喜欢比如说会调酒的 你就可以经常去一些酒会 对吧 你可以去一起学 我知道Claire在学调酒是吧 你可以去调酒班上去学调酒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男生 他肯定也是喜欢 爱好相同的 这个也不会拿degrade什么的 那肯定就是爱好相同 我觉得这点很关键 就是你的实际行动 要用各种方法要去 要去扑出去 我打算这么去做 说的特别对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或者甚至中年人吧 都非常沉迷手机网络 好像现在大家面对面的交流 是越来越少了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坐下来谈话真的是越来越少 大家每个人都是坐下来谈话 都是这样的对吧 都是低头足 那这个也就渐渐的导致了一个原因 那这个原因我觉得也 对我们今天话题很有可以研究的方向 那就是社交恐惧症 因为如果我看手机 看网络玩游戏时间长了 我可能非常惧怕去跟现实生活中的人去交流 比如说我每天都跟电脑打交道 突然让我跟一个男生面对面去交流 我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就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呢 就是社交是一个人必须的 因为人是社会动物嘛 人一定要在这个社会来存在 所以说我觉得社交恐惧症一定要去克服 比如说我看过一个 17世纪的一个社会学家 叫图尔干做的一个研究 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 他说人为什么会自杀呢 就是他以为之前的人都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自杀 因为你觉得自己很痛苦 活得不好 或者很穷困潦倒 并不是 其实他最后研究出来的说 一般来说呢 一个人越是被紧密的结合进社会 他是越不可能自杀的 个人生活的意义呢 是社会赋予的 当个人与社会隔绝的时候 他们就有可能自杀 而当个体如果与社会群体充分整合 其欲望和报复社会的 报复社会规范的调控 就不大可能自杀 也就是说 如果我有社交恐惧症 我升华一下 那可能我就越来越不敢和人交流 越来越不敢和人交流 我就越恐惧这个社会 时间长了呢 我就越不可能找到男女朋友 其实我内心很渴望 但是如果你能克服这个恐惧 多出去交流 就像何老师刚才说的 多出去参加什么活动 一定会认识更多的朋友 你认识更多的朋友 就有机会去认识你心爱的那个人 就像以我自身的例子 我现在单身的状态嘛 然后我平常就会 什么单身 下一版 然后我就会用一些社交软件 然后就是那种左滑右滑的那种 左滑就不喜欢 左边就不喜欢 右边就喜欢 就是这种很简单方式 我就是看你照片 然后两个人互相match的话 我们就可以聊天 然后现在很多人就是那种 网上聊得很好 就是跟你介绍自己啊 说自己有趣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真正见面的话 就可能变成那种社交恐惧 他就是尬聊 就是不知道怎么 怎么沟通 与人沟通 不知道怎么聊 就无处完放 就不会说话的那种 所以说现在我感觉 这也是个状态 就是大家太通过这种 手机啊 社交媒体啊 去聊天 然后忘记了自己 真实的一个交友状态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状态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 可能男生会少一点啊 很多姑娘是交了男朋友以后呢 消失了 或者是说交了男朋友以后 你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然后他也不和我们再继续交流 出来吃饭也不吃了 活动也不活动了 就完完全全跟他没有在一起 只有在什么时候呢 分手的时候 或者说感情出现问题了 给我打电话说 哎呀小姨 我现在不开心 怎么怎么样 这时候他突然又出现了 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身边 有没有这种朋友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所谓的社交恐惧的 一个存在 一个社交的孤立 就是说对 有了一段稳定的感情之后 这两个人就消失了 把与世隔绝了 对 把自己照在一个 一个空间 我上一段感情 我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了男朋友之后 你就是断绝了 所有的那种社交活动 就有朋友说 出来吃个饭 不我要陪男朋友晚上吃 就是两个人 就是这样吃饭 就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 然后就没有自己的圈子 就这这种情况 是因为对方有这种要求 比如说 你不要去 才产生的 还是说自己自发的觉得 我已经有一个 安定的relationship 所以我不想过多 与人交流 都有 就是说我想说 我为了你 我可以说 我只做了两个人 我没有其他的异性朋友 就是这种 甚至是同性朋友 对 甚至是同性朋友 就是也会 就是聚的更少了 你知道吗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比如说人家 吃个饭啊 活动什么的 你就尽量少去了 我想说 是不是有点迷失自我了 这种情况比较尴尬 是因为他一方面会觉得 你看我为了跟你在一块 都不跟人出去玩了 对了你做了多大的牺牲啊 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 觉得你看我跟你在一块 我连自己的自我都迷失了 所以其实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 对 就是自我单方面的付出 然后觉得自己付出很多 但男方可能觉得 我又不是这样的要求你做的 他这样也没有很感动 所以我很好奇 Clear 你的一个 就是你自己ideally的一个感情观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情观 就是比较是能互相 有共同的相同的爱好 三观相同 而且他会支持你 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就比如说 我也不是说那种 非要去 我说蹦迪 你跟我一块去蹦 但是你就不要太反对 就是太反感 我做这件事情 可能说你有要求说 你要早回家 我可以做到这个 OK 那在不在家的时候 做什么都可以吗 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人之间信任的问题 就是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对我来说 我能够跟一个人长期走下去 我一定要从头到尾信任他 所以这也引出了很多女生 比如说天天猜忌 男生有没有出轨 或者男生猜忌 女生有没有出轨 这种就已经代表 你们两个的感情有问题了 当你猜忌的时候 说明你们已经互相不信任了 你一定要信任对方 才能继续走下去 所以说Claire 我也觉得说 你如果下一段感情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和大家 去有很多社交 不要放弃自己的朋友圈子 对吧 因为你有了自己独立的朋友圈子 你这个人才是完整的 你不能跟男朋友每天在一起 与世隔绝 像冠林说的 你又不是小龙女 不能做仙人 你还是需要你的朋友 去支持你 帮助你 所以说这个 很多的女性朋友 或者男性 有一些男性朋友也是这样 我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 对 这确实是 就是说 总而言之 就是说第一点 就是你的一个social的一个行为 跟你的想法应该是匹配的 能不能说两点吗 还有一点 我觉得就是你个人的意识 你个人的认知 对自己 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地位的认知 和你的自己的能力的认知 我觉得要是非常清晰的 不然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走到了那种 就是把自己搞到了一个绝路上 我举个例子 很早以前 这个MIT 就是麻省理工 他们的一个经济学家 叫Dan Ali 他做了一个research 叫做The upside of irrationality 可能就是非理性的优点 大概是这么个翻译 他就做了一个 对100个年轻学生 做了一个实验 什么样的实验呢 100个学生 50男50女 然后他用这个牌子 写到1到100号 然后他们就分别给这个男生和女生背后贴上数字 标了个号 那么基数是男生 偶数是女生 OK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这些学生 他们是不知道自己是多少号的 他们只能看到别人的号 他们不能去讲你是多少号 他们也不知道最大是多少 最小是多少 他们不知道 OK 然后在归页的时间里面 让他们互相找一个女生 或者就是两性嘛 男生女生互相去配对 配对 配完对之后 把他们两个数字之和加在一起 乘以10 就是他们这一次活动的奖金 所以是这么一个活动 其实我觉得这个实验是非常的有意义 它一个等于是一个社会的缩写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在这个活动刚开始的时候 你能明显感觉出 这个就是女生最高是100号 男生最高是99号 能看到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就是在那边就是所有人都围着 说来跟我一起吧 那个奖金 咱们能拿到很多奖金 这个女生或者男生 他会一直在看这些人里面 谁的数字最大 我想跟谁 他就会慢慢变得比较高了 因为他知道我是最受欢迎的 OK 我是最受欢迎的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这些追求者里面 分数较高的 比如说90多的男生 甚至是80多的男生 咱们就拿女生举例 他们看到这个女生很高冷 他们觉得被碰壁了 心情不好 他们取而代之的 可能会想说 我不找100分的女生了 我找90多分 我找80多分的 甚至我找70多分 反正70多加上我 可能我虽然不知道自己多少分 但是可能还可以吧 他可能会适时接触 70多80多的女生 就是说这样 他们可以提早的配对 对吗 当然还有更惨的 比如各位说的男生 那就真的就是找哪个女生 都没有女生要 愿意跟他就可以了 对 愿意跟他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些个位数的男生 他们就会寻求一些 所谓的 不是在这个规则里的力量 比如说他说 OK 你是70多号的女生 我是1号男生 虽然1号通常听得不错 但是也不一定 那OK 你跟我在一起 奖金你全部拿走 对吧 因为如果你是70多号 我是50多号男生的话 我俩还有一个5和7的分配 那这样的话奖金你全都拿走 有的那个更差一点的 好 不管奖金你都拿走 我请你吃饭 OK 那顿饭钱要远远大于 我两个的数字盒 这是一种拿到了额外的resource 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人愿意跟他去配对 你说他们当时不是以 不是以拿到奖金为目的 而是就是单纯的想把自己 在这个市场上推出去 卖出去 因为 因为有 这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对 因为有人觉得 OK 那我不能就这样 end up like being single 那我不行 我宁愿付出更多的努力 去达到一个不平衡的 一个感 所谓的感情关系 对 但是也有这样的人 就是我宁愿担着 我也不愿意去 跟别人去 去怎么样 就是 真的是一个社会的小缩鞋 就是一个小缩鞋 把感情中 两个人的各种心态 都能够 各种心态 对 所以这个实验结果 最后就挺surprise的 是什么呢 其实大部分人 他找的这个 搭配的这个队 的这个人呢 其实都是非常门当户对的 因为咱中国人的话说 都是相差 不超过20的 然后这个最后 这个100分的女生呢 他其实 就是很surprise 他只找到了70多的男生 因为可能在早期 他觉得自己很优秀 他不愿意去找90多 那90多的就是找别人了 他不愿意找80多的 他80多的 因为他不知道 最大数是多少 就导致了 他们这些女生 就是找了个73 等于比他小了27号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实验结果 其实还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很优秀的女性 或者男性 刚开始的时候 有人去追求他们 他们觉得说 我可能是不是之后 还会遇到更好的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将来会遇到更好的 因为没有人会知道 你将来会发生了什么 可是你可能将来 遇到的并不如这个 比如说你刚开始 遇到一个80多的人 我将来会遇到90号 可是最后你发现 你只能遇到一个70号 对 就是你 等于这个实验 体现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找更好 所以他体现出的问题 第一个就像刚才小姨说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 一个圈子的一个缩影 就是地方就这么大 人这么多 你不可能每个人都看过来 最后选择一个 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 人也很多 你也不可能挨个翻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一个光圈效应 就是你通过这一场活动 你从侧面冷眼一看 你就知道 谁是最受欢迎的 谁是次受欢迎的 你就很快就会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在社会上 当然了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更加的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数字 可以来解决的 而且还更重要的是 很多人对于 比如说我对于冠邻 我可能打100分 但是小姨看到冠邻 可能只打20分 对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打200分 就是还是有一个个人的 一个一个judgment在里面 所以这个数字 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再有呢 就是说 也会容易有一些 这个相处中的一个 不对等的那么一个关系 所以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感情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变数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压力 越来越大 好像对感情的需求 也越来越高 这个地方我有一个 一直以来的疑问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他们对异性的要求和标准 是在提升的 还是在降低 我觉得是在提升的 因为你认识了更多的人 你见过更多的世界 对吧 其实你的要求是在 其实就跟我刚才说 压力越来越大 反而对感情的要求 会越来越高 但也有很多的人 随着年龄增大 会做出一些 不得已的compromise 就是说觉得 哎呀我找不着这样 那我找个年龄大一点的吧 或者是找一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个人吧 就是说如果你尊崇内心 你认为自己这样的生活 你是很幸福很满意的 也是可以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有很多的家长 看着自己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大 他们的要求甚至都在降低 比如说 我都不期待你将来找个什么好人家 或者我都不期待你以后 婚姻生活幸不幸福 那个能不能 你找个男的找个女的 或者你给我生个大孙子就行 之类的 这个感情观是不是就有点偏 有失公允了 这应该算是中国家长 比较传统的一个思想 因为我们在海外 我很多外国的同事的家长 从来没有有过这个问题 也可能是他们不是独生子女 家里面没有把所有的希望 放在他们身上 也有可能是老外其实 不是很要求后一代再繁衍 再下一代 怎么传宗接代都没有 他们老外是很在乎 自己的生活质量的 对吧 所以说你开心就好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 只能够我们年轻一代 好好跟父母去沟通 但是确实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会有这种concern 觉得譬如我们在两个大年 大龄的圣男生女 大龄青年嘛 他们会说 哎呀我现在都28 29了 马上要错过优生优育年龄了 我现在还八字没一瓶呢 我该怎么办 也有很多人真的会变得很焦急 很焦虑甚至 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情 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是说父母吗 自己都觉得很担忧啊 我觉得这种危机感 其实是好的 跟找工作一样嘛 就是说你有这种危机感 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是需要 多思考一下自己 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自己就是真的要仔细思考 你不能说我最近过得很开心 几个男生约我出去吃饭 或者是我能泡到几个妹子 出去吃个饭 怎么样的 其实到最后 其实真的就是 其实就是为了当时那个moment 那个enjoyment 那可能将来就真的 也有可能是猪然打出一场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我觉得这个危机感 其实算是双刃剑 用的好的话呢 因为我有危机感 但是我很正常的去面对这个危机 我去积极的去寻找 我一定会能够找到一个 对自己来说比较满意的结局 也有可能呢 有了这个危机感 自感堕落 越来越危机 导致于焦虑 越来越恐惧 变成了社交恐惧症 都是一个双刃剑 看你去怎么看待他 就是有这个危机感 不可怕 是你的心态最重要 对对 在这期间也就涉及到 刚才提到的 譬如说 你要不要调整 自己的expectation 是不是 要不要调整 你对自己的要求 要不要提升自己 或者是怎么样 改变你自己的 一个社交环境 或者改变你自己的 兴趣爱好等等 就是很多的一个 相辅相成的因素 在里面 所以呢 归根结底 我们聊了这么多 负面的一些 一些情绪啊 一些场景啊 但是其实回到这个话题 不要觉得自己 好像年龄稍微大一些了 还是单身 就对这个世界 社会充满了负能量 就是 其实还是要 重能量的 去看待这个世界 真爱会有的 如果相信真爱的人 一定要积极的去寻找 你多去参加社交活动 不要去恐惧 和别人去社交 多去看 其他人的一些闪光点 多去发现别人的长处 你也会找到你心爱的另一半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就是单身的时候 不能说太过于的负面 但是有了男女朋友之后 甚至结了婚之后 也不能太过的牺牲 还是应该有一些 平衡的圈子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那咱今天就这样 祝大家都能找到 心爱的另一半 对 如果你们会也信我活 谢谢谢谢 好好